Hello大家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小月AI技术学堂 前两期这里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视频生成工具 给大家推荐的五款特别好用的视频生成工具 那上一期也给大家讲了一个GPTS的一个使用 今天小月同样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好用又简单的一个视频自动剪辑工具 不得不说了,现在的AI真的可以让我们的工作自动化 让我们做视频也自动化 那么这款工具的名字叫做Spice Studio 它可以自动的总结长视频,轻松优化你的一个视频 它可以修剪、扩展或自定义你的视频剪辑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通过剪辑的视频进行一个文字修改编辑 那还可以调整一个画面的大小和位置 那它还支持一个多角色的一个动态字幕 如果你的视频没有字幕呢,它可以自动给你识别 那它非常适合制作一些游戏直播以及对话内短视频 那么这是一款创新的一个视频剪辑工具 它自在简化视频制作流程 那今天呢,我将来介绍一下这个工具的一个使用方法 特别适合我们正在做视频的一些朋友们 那么这个视频呢,你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 那它可以帮助你呢,快速有效的剪辑视频、编辑视频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Spice的一个主页 不需要安装,直接在线就可以使用这个编辑视频 第一次使用的用户呢,需要登录一下这个APP 那这里呢,我也会把一个链接放在描述来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操作 点击登录 这里呢,我们需要选择一个谷歌邮箱进行登录 这里点继续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了一个Spice的一个工作界面 非常的简单 那可以看到呢,新用户登录进来呢 可以有免费的30分钟使用 那Spice呢,它支持一个本地上传视频 那你已经有一些上传好的视频呢 你直接可以点击把它上传进来 那除了本地上传呢 它还支持一个YouTuber链接 以及一个和谷歌的一个链接呢 进行上传 这里我打开一个YouTuber的一个网页 那比如这个视频 那么这上面顶上呢 我复制它的一个链接 这里把它粘贴到这里 那可以看到它就会自动地帮你识别这个视频 那它会根据你上传的视频的一个持续时长呢 扣出一个相应的分数 也就是一个时间额度啊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有30分钟 那现在扣除之后呢 还有21分钟 点击这里下一步 免费用户呢 可以选择一个竹字竹句展 是一个播放功能啊 一个语音 一个文字的播放 包括一个字幕的样式啊 这里可以看了 免费用户呢 就只有这两个选择 那如果是高级账户呢 就可以解锁更多的一个字幕样式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竹字啊 也可以选择一句 那这里呢 我选择一个句子 那点击下一步 那这里呢 还要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剪辑长度 那可以看到这里呢 免费用户呢 没有办法选择 我们就确认的这一个长度 点击生成剪辑 那可以看到它正在上传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返回一个后台 往下拉啊 我们就能看到 视频的一个处理的进度 那一般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那么趁着它生成的这个时间呢 小鱼呢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那小鱼呢 趁着它这个生成时间呢 带大家来到小鱼的页面 如果2024年呢 你也想用AI做一个副业 想用AI赚钱的话 那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跟着小鱼一起学习呢 更多的一些AI知识 那你可以通过各种AI工具呢 来制作视频 那可以看到呢 这个Spice呢 它正在快速地处理我们的一个视频 那这里呢 视频已经处理完了 我们点击这个视频 那这里呢 还需要稍微再等待一下 那可以看到呢 Spice呢 它根据这段视频的长度呢 精简之后呢 帮我们生成了三段短视频 这里你可以直接下载生成好的视频 那这里有一个下载按钮 那么你还可以点击一个编辑视频 那点了之后呢 它就带我们来到另外一个页面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进行一个手动修改 例如我们可以编辑其中的一个片段 这儿可以点击一个播放按钮 可能得有 那左边是原视频 右边是 这种剪辑后生成的视频 左侧这个是自动生成的一个字幕 那在这个下方呢 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字幕的一个位置 以及呢 它是否在字幕中添加一些表情包 那它会自动识别画面中的人物 那这里我们还可以拖动一个绿色框 设置一个人物出现的一个显 设置一个人物显示的区域 这个是原视频你拖到哪里 它生成的视频它就在哪里 那系统默认呢 它使用的是一个1比1的一个尺寸 点击视频下方的一个选项 那我们还可以 还可以调整它的一个比例 比如说一个9比16 那你可以拖动它 把这个人物给它圈起来 那这边也是一样啊 需要把它一起放大 最后呢 你可以设置一个字幕的位置和样式 那在这里呢 你还可以改一个文本 那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可以更改的 你可以手动把视频拖开 想改哪个区域 你就可以进行一个修改 那这里有一个文字的颜色 这里还有一个字体的设置 是否需要一个动画字幕 那是否需要添加一些元素 或者说想要加一些动图在里面 这里呢 还可以文本插入 添加新文本 那第一个呢 就是对一个文本的一个基本边界 那么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的画面中呢 是有两个人物 我们还可以开启这个功能 该功能呢 它也允许出现在一个字屏里面 我们可以同时让两个人物都出现在画面里面 那操作也非常方便 你可以把它拖大 那这边呢 你可以选择它存在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功能呢 它非常适合一些游戏直播的博主 它就会出现一个头像在这里进行直播 所以编辑好了之后呢 直接点击这个下载 那你可以在这里点击各种长视频 那么在这里呢 输入一个视频地址就可以了 那这里的Spikes呢 它还可以自动识别视频中的一个语言 而且还支持一个多种字幕的一个样式 你正在做一些游戏视频的话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工具 制作一些游戏直播类的一些视频 比如说你可以创建两个镜头 那实现一个主播呢 和游戏同步的一个画面 那么该模式啊 它适合剪辑游戏中的重要时刻 或者是两个人对话的视频 也非常适合啊 让两个人物呢同时出现在一个镜头里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生成好的一个效果 要修够24个学分 基本上一门课它是6个学分 所以这门课 上学期我们是三门主课 一门选修课 主修课的话 有涉及到界面的课程 有涉及到设计思维 你去走一个整个的设计流程 还有一门就是代码课 代码就是学JavaScript 效果是不是还不错呢 本身呢 它两个是出现在同一画面的 但是呢我们现在把它分成了两个镜头 电剑呢 我放到了描述栏 大家可以一起来测试一下 不得不说呢 现在的AI呢 真的在飞速的进步啊 很多以前很复杂的一些工作呢 现在真的用AI就能轻松的帮我们搞定 不管你是在做视频呢 还是做直播 你想让你的一个脸呢 出现这个视频的画面 那么你只需要提供一个图片 那么你只需要把这个视频提供到这里面来了 就可以进行一个修改编辑 真的非常的方便 那这里呢 它有一个游戏视频可以看到 这个人物呢 它在这上面讲解 那下面这个游戏的场面 效果真的相当的好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小鱼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了 喜欢小鱼呢 记得订阅分享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